这一段我们来聊一下钓鱼台 这里边日本确定把它改了名字 石原市的市议会通过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各方的一个反应 包括了助理代表谢唐廷他讲 1971年美国就把钓鱼台交给日本去管了 当时中华民国并没有抗议啊 为什么现在要我去抗议呢 而且他说日本确实是有实质管理权 那另外我们来看蔡英文总统 在跟高中生的座谈当中 他说这是一个国家面临重大的挑战 很多历史的因素及国际的现实 让台湾处处受限 包括了蔡总统 包括了谢长林代表 都没有正式对于主权 或者是以主权为主的这个议题 向日方表达抗议 倒是外交部说我们历任政府 都对于钓鱼台拥有主权的立场 没有改变过 对于维护主权的完整的立场 是有决心的状况 好我先请教一下赖老师好了 因为你看外交部重申主权 但是总统跟助理代表 没有提到主权这两个字 算是政府的分工合作吗 总统有特别强调是鱼权 就是说这个护鱼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他要谈到鱼权 那鱼权重要还是主权重要呢 没有主权怎么会有鱼权 那也就是说总统发表说 对于鱼权是我们有的 然后由外交部来说 主权在我们 但是我觉得最严重的地方 是在我们的助治代表的实验 助治代表没有必要去强调 这个所谓的行政管辖权 他把他称为这个 什么统领权还是什么权的 官领权 这个是助治代表这样做是错误的 助治代表只有一个立场 那就是严守中华民国的利益 那助治代表在这个时候 当然要强调主权在中华民国 主权在中华民国 所以鱼权也在我们中华民国 那因此呢 你日本石原岛这样的一个改名 我们拒绝 我现在有点委屈啊 说你看1972年的时候的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你们也没抗议啊 那你现在要我去抗议 1972年的时代跟现在的时代 差别有多大 1972年的时代是 是动荡的一个时代 那段时间啊 就是我们准备要退出联合国 那个时候大陆要准备要进联合国 美国就是利用在那段时间两边 也就是大陆要进联合国 台湾要被退出联合国 的那一段最艰难 最混乱的一个时期 把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就是把琉球群岛的问题 然后把它交给日本 其实美国很清楚知道 日本当时战败结束的时候 它的投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 这个宣告就是放弃所有 它非法占领的岛屿 因此各岛屿有归属权的 就归回各个国家 所以南海的岛屿 钓鱼岛都是归回我们中国 那琉球群岛这应该已经 因为它当初是被并吞的 所以琉球群岛应该是要回到它 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可是美国在当时由于考虑到 大陆 俄国等等各种关系 它又不敢让它独立 因为它如果让它独立了 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是 美国也会考虑 他的夏威夷的非法并吞 因为原来夏威夷 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亡国 这个在国际法上 也是很明白的独立亡国 而且当时是法国人的势力 已经进入了 这个夏威夷亡国的 政治里面的时候 美国在这个时候 发动了一种所谓的 流血的 不流血的政变 然后美国就出兵 去把这个夏威夷就并吞了 所以如果琉球亡国 让它独立出来的话 夏威夷也应该要让它独立 美国不愿意干这种事 不愿意干这种事的情形下 就非法地把琉球群岛 就交给日本 非法把琉球群岛交给日本 可是他很清楚知道 钓鱼台跟琉球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才会又特别宣布说 琉球的主权他不持立场 不是 他又特别宣布 说钓鱼台的主权他不持立场 然后行政管辖权丢给日本 奇怪 没有主权哪有行政管辖权 所以美国做的是滋销矛盾的 然后刚好利用那段时间是 我们要退出联合国 中国大陆要进入联合国 得那段最混乱的一个 在外交上在各个方面 都在角逐最严重的情形下 谢长廷怎么可以举这个例子 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外交部有强烈抗议三次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有强烈抗议 中华民国有强烈抗议 我们只是没有能力 在那个时候没有能力 你应该讲说外交部的部长 应该就公务体系来讲是谢长廷的上司 对嘛 但是上司强烈抗议三次 但我们作为代表他辈分高 在利益的辈分里面算是高的 所以部长也的确是拿他 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但我想问一下委员 因为接下来立法院要把 谢长廷请回立院去做报告 你觉得他这次回来还回得去吗 有人在问谢长廷可能因为这个事情 就不会当代表了 我看不容易啦 不因为坦白讲他那个 不容易真的是因为他辈分在贵党 不不我跟你讲 他两天前脸书扯到1971年 说中华民国政府没抗议嘛 那后来人家去查了 也不是事实啦 对 有抗议嘛 中华民国当时是有 至少有两到三次的抗议 是的 那他昨天就改口了 因为前天外交部就表示 你不宜这样说嘛 可是他没有讲出来啦 他昨天就改口了 他就说6月22号 我有向日本提出抗议 向十元市跟日本市政 日本外交部啦 是 那我觉得他不妥的地方当然就是 因为驻外代表基本上 如果相对外交部跟总统 应该办第一线应该是黑脸 外交部跟总统应该有更大的空间说话 结果你自己在办白脸 那你就说他回到台湾 这个不容易下台 不因为他改口了 他知道他不对 然后绿营的委员就不追究了 不这个也看国民党 他当然会说我昨天修正了啦 他就说我6月22号 我并不是没有抗议 我6月22号 有向十元市政府跟日本外交部表达抗议 那当然有人可以进一步质疑啦 因为日本这个动作是6月上旬就做了 那你为什么拖那么久啦 是啊 那他可能又 我跟你讲他变财无碍啦 你要说得赢他也不容易啊 就是说基本上他可能就会考虑说 这是实力问题啦 我们讲白一点嘛 比如说你如果海巡船要去护鱼啊 那万一渔民又被扣押怎么办 你要怎么处理 这个就变成现实问题 这是实力问题 那中国大陆当然相对 因为他有一些军舰改成余震船嘛 他顿位比日本重 那中国大陆的船如果来了 日本就散 这个就是现实状况 而且我们那个水炮 又射得没有人家远 这也是现实状况 所以我觉得他是考虑到现实状况 说万一真的有所谓的 海面上的冲突啦 你要去护鱼啦 我发现贵党还真的是非常在党里面尊重辈分 不过以前大家会觉得 国民党要这个论字排辈 但民进党也是蛮尊重长者 永康啊 不过总统府 在他们内部斗争的时候 辈分就没那么重要 所以我在想 这些人出了这样的状况 还没事啊 刚刚委员讲的 不过我再扩了一段话 这总统府的说法 总统府说 大陆公务船长期在相关的海域活动 骚扰到附近的渔民 才导致这一场风波 对于这样的这个总统府的回应 陆方的媒体是痛批 这根本就是一个汉奸逻辑 有史以来最舔日的政府 就是蔡政府 在对岸的批评 这当然我们不完全同意说 对岸的一个说法 就是要照他们的说法 但是大家都解读 520之后的蔡英文总统 是想要让两岸稍微 能够缓和下来的 但这一次的风波看起来 好像又造成另外一个 冲突的高峰了 我觉得这个话 应该是日本政府讲的话 就是说是事件的起因嘛 比如说我昨天就看到 日本政府又在讲了 说你在延美大岛 那个地方好像有疑似 中国潜艇出没 这个就是日本政府该讲的话 就是事理挑衅 所以我那个地方政府 才会做这个动作 他立场没有理由 去帮他找原因 我们要做的就是 石原事理做这个动作 我们是反对的 就是这样而已 更何况我们外交部 讲这个话是完完全全的错 本末倒置 今天大陆的海警船为什么会到钓鱼岛去这个维护主权 那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海警船 我们的海巡署 不愿意每天定期的在钓鱼岛维护主权 我们不去维护主权 大陆帮我们维护主权 大陆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维护主权 如果不是日本的右翼 当时要把这个钓鱼岛国有化 大陆怎么会去改变这个现状 也就是说真正的因是来自于 日本当时的右翼 一定要把钓鱼岛国有化 有收归国有 然后引起了两岸之间的强烈的抗议 后来两岸之间要联合 来维护钓鱼岛的主权 所以大陆的海警船进入了这个海域 我们当时的这个海巡船 也进入了这个海域 我们共同来联合 可是问题就在于马英九卸任了以后 民进党不愿意在钓鱼岛再护鱼岛 后来是因为马英九 靠这个联合了态势 然后2013年签了台制渔业协议 不当时也是日方想说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会让台北跟北京联手 这也是事实 不当时就是应用这样的杠篮的空间操作 才签下这里的协议 可是从2013年之后到现在 就没有渔船被扣押的事 这也是事实 在这之前被扣了18次嘛 就是马英九执政那5年 那我觉得站在小英的立场 他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渔权要互助 那到目前为止没有错 石原市政府做这个动作 那我们宜兰市政府 就做了相应动作 说你改名我也改名 那如果说石原市政府 未来他的渔民有侵扰渔权 破坏2013年那个协定的动作 那我们的政府就没有退让余地了 那我问一下郭伟员 对啊 7月7号 现在宜兰县你刚刚讲了嘛 他们成立了保调办公室 然后江启臣要登船 也邀请蔡英文总统去 但他登船的机会不高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认为这次海巡署 他的说法是依法 他们会出动要去护鱼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对岸北京会像2012年 当时的声援的状况吗 我认为要看 我们跟日本僵持的状态 因为坦白说 日本的水炮还是比我们强嘛 那如果说万一日本 又压过我们这边的绅士 那不排除中国的船 还是会接入 会加入 还是会接入